历朝历代都有几个大贪官 清朝时期更是如此 最知名的当然是和珅 而根据民间传说 在和珅之前 雍正年间也有一位令人发指的巨贪 看过电视剧的应该都知道 此人就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唐文瑶 整个清朝只有九位总督 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 因此 两江总督可以说是 清朝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 身居高位 两江总督的俸禄并不少 然而唐文瑶在任两江总督时 竟穷地吃了三年多的白菜 雍正得知以后以为他清廉 然而在查明真相后 雍正却大怒 下令将这位两江总督满门抄斩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位吃了三年白菜的大贪官 终于高仲进士 入室为官 唐文瑶不如仕途 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出身 为官奉公连结 与民作主 这才得到了同僚和百姓的一致好评 雍正继位后 大力整室官场 查处了不少贪官无力 也提拔了众多连结奉公的官员 唐文瑶就是雍正提拔的众多官员中的一位 因为他的清廉之名 被雍正任命为了两江总督 成为了朝廷的从一品大员 封疆大力 唐文瑶也是从此之后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唐文瑶上任之后经常吃大白菜 雍正得知之后也很高兴 觉得唐文瑶生活简朴 自己没看错人 大家都知道 雍正皇帝对待贪官深恶痛绝 因此所有官员在生活上 都表现出一副很简朴的模样 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唐文瑶也是如此 他原本家里贫穷 所以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白菜 这一爱好一直持续到他当官之后 正好雍正痛恨贪官 那他就天天吃白菜 用来彰显自己的清廉之相 而三年之后 连使唐文瑶却被人以穷奢极欲的罪名唐和 雍正很是不解 清明在外的唐文瑶怎么会穷奢极欲呢 俗话说得好 事出反常必有妖 雍正深知 坐到两江总督这个位子上 光是俸禄就够他一家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 绝对不会穷到顿顿吃白菜的地步 于是雍正起了疑心 于是派李卫前去调查此事 这一查可不得了 直接导致了唐文瑶丢了性命 白菜的做法 李卫到了唐文瑶家 自然受到对方的热情招待 吃饭前 李卫专门点名要吃白菜 唐文瑶笑道 原来你也爱吃这一口 白菜我都吃三年了 都吃不腻 菜上之后 李卫吃了口白菜 白菜谁没吃过 但这唐文瑶家的白菜 味道却与众不同 全都是白菜心不说 吃起来还有一点人参的味道 但这确确实实是白菜 难道这世间还有人参味的白菜 酒过三巡后 李卫以上厕所为邮出门 静止来到了唐府的厨房 这一进门 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只见厨房的角落里放了一堆人参 而火炉之中还有没烧完的人参 询问之下才得知 这唐文瑶所吃的白菜 都是以白菜心做的 这白菜心可不普通 它精选的是上好的白菜 是白菜最中间的部分 最嫩的部分 而且要求菜心下半部分颜色雪白 上部边缘必须嫩黄 要做一盘菜得用十几颗白菜 按理来说 一顿十几颗白菜 以唐文瑶的观止也并非是吃不起 只是要做这一盘白菜的话 还得用十颗人参做燃料才行 怪不得他之前吃出了人参味 何着是这么来的 据说人参烧火可以去除白菜土味 还可以把人参的营养和味道 渗入到菜心 味道异常鲜美 不但享受人参的滋补 还能延年一寿 唐文瑶爱吃白菜 但他不喜欢白菜的土味 四处打听才得此妙方 已经吃了三年了 百吃不厌 他用的都是上好的人参 下人们精挑细选 小心爆晒或者烘干备用 唐文瑶坚信 这样吃白菜 不仅能够延年一寿 做出来的白菜也是人间美味 只是用人参当柴火做菜 实在是奢迷了些 以唐文瑶的俸禄 根本撑不起这样一大笔开支 于是他在任期间 大肆收受贿赂 搜刮钱财 以维持自己生活上的庞大开支 李渭细算之下 一颗人参的价值 等同于百姓一年的开支 也就是说 唐文瑶这一顿饭 够平常的百姓吃十年 这还了得 如此还不算完 李渭在回大厅的路上 看到院子里十分的热闹 各色美女穿流不息 上前询问才知道 这些都是唐文瑶的老婆 共有三十六位女子 李渭不由好奇 对方晚上该怎么安排 便问唐文瑶此事 唐文瑶不但没有防备 反而自豪道 我让下人在树上挂下铜钱 傍晚的时候 这三十六人轮流扔鞋子 谁砸下的铜钱多 我就跟谁在一起 最后的结局 这次之行让李渭 着实佩服感叹 不过 这唐文瑶的好日子 也算是到头了 他将此事秉明皇上 勇整大怒 下令彻查 而这次李渭的到来 是以钦差的身份 结果查出的结果 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 这唐文瑶实在是不得了 当时李渭搜刮到了 整整两千斤人身 据唐文瑶交代 这只是一个月的用量 不仅如此 搜出来的奇珍异宝 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瞠目结舌 没有丝毫意外 唐文瑶被打入大牢 财产被没收 雍正听说 这次抄家的结果不错 便问李渭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宝贝 李渭找了半天 翻出个玉壶出来 这个用和田玉做的玉壶 既精致又神奇 只要往里面注入水 无论任何水质 都会有阵阵油香 沁人心脾 水质越好香味越浓 雍正帝看后特别喜欢 爱不失手 整整把玩了三天 喝了三天茶 可这个东西叫什么 从哪里来他却不得而知 宝贝一般都有名分 可这玉壶却没人知道 无奈雍正只能亲自审问唐文瑶 唐文瑶一听皇帝要见他 立马高兴起来 以为这是自己翻身的机会 雍正问什么他就答什么 说到那玉壶时 唐文瑶更是眉飞色舞 陛下 这壶着实不错 我晚上不想上厕所的时候 就拿他当夜壶来用 雍正听到此处面色大变 好不容易想奢华一次的雍正皇帝 勃然大怒 你一个大臣使用的夜壶 竟然被皇帝当宝贝把玩 这让皇帝的面子往哪里割 雍正气得将玉壶摔个粉碎 他大发雷霆 立马下令将其满门抄斩 所以唐文瑶确实死有余辜 一是贪污太多 二是得罪了皇上 相信任何人知道那白菜的做法之后 都不会替唐文瑶喊冤 唐文瑶本来是想获得一个清官的名声 没想到玩脱了 弄得身败名裂 全是滔天的两江总督 就这样被雍正满门抄斩 也许是他贫困多年 突然上位受不了诱惑 如果他没当官 也许生活依旧贫穷 却能风轻云淡地度过一生 如今落得如此结局 也是他咎由自取 不知道他在临终前 会不会有一丝悔意呢 总而言之 贪官污吏自古以来就没有什么好下场 无论是皇帝还是普通白境 对这类人向来是深恶痛绝 也许很多人身居高位 无法克制自身的欲望 只是受环境的影响不得以为之 但是既然已经伸出了不该伸出的手 那么就要做好受到严厉惩罚的准备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